欢迎来到婆婆妈妈家常菜时间 我是叶子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是白酒香蒜炒虾 食材有虾蒜盐酒油 因为我买的虾子都是新鲜的 所以洗过之后就可以直接下锅了 然后就是先把这个蒜头切片 然后就是把这个火倒进少许的油 然后把它爆香 然后等大概变金黄色的时候 虾子就可以摆进去 有闻到那个蒜的香味 那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做整只的虾子 所以不用开背 然后现在把虾子放进去 平常也可以加一些白盒下去炒 盐大概一汤匙就可以了 米酒一大匙 然后现在已经熟了 这一道就是白酒香蒜炒虾 最烦的就是要买一些没有荣药的蔬菜 然后就是要顾虑到那个均衡 营养要均衡这样子 然后就是做菜要快 因为就是时间很赶 然后今天就是可以快速做出那个 营养又健康的料理 也会跟别人讨论 就是有些妈妈会聊到说这个食材怎么做会比较快速 而且比较有效率 才不会下班之后要做很久 浪费很多时间 因为她就是很忙 下班就要赶着吃饭 所以半个小时就要做好